-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地线 让人变成立财Superman 那么在影片的一开始 一样邀请大家帮我们的节目点一个赞 有任何问题 也要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首先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讨论的 就是关于联总会 他们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上个礼拜五 鲍娥尔在全球央行年会上面 放出阴身 那么我们有说过了 这一点都不让人意外 但是联总会到底吸不希望股市跌 我们原本对于这件事情 是打一个问号 可是在昨天好像有答案了 什么答案 等一下来带大家看一下 另外还有一个指标 是大家必须要去注意的 就是关于新台币 因为新台币在最近六个交易日 这个贬值的趋势好像又出来了 这一样是我们今天的讨论重点 首先回顾昨天晚上美股的走势 昨天晚上美股 依然延续着上礼拜五的震荡 因为上礼拜五大跌嘛 道琼跌了1000点 那纳斯达克也跌了4% 所以我们看到昨天晚上的美股 一样震荡 而且是走低 最后还是杀低的啦 那当然今天早上 电子盘的状况有好一点点 可是整体来讲 其实对于我们上礼拜五 看到的跌幅 收复的幅度并不大 甚至还有扩大的状况 也就是这一些美股 他们的状况 跟台股比起来 是相对比较弱势一点的 那么我们看到了什么东西 昨天这一个 我有说过了 联准会 或者是我们说的 所谓的联邦准备系统 美国在这个地方啊 总共有12个 我们说的算是分行的概念啦 12个联邦准备系统下面的分行 那么其中一个分行的总裁 也不要讲分行啦 就是他们的联邦准备银行的总裁 是谁 就是我们说的Kashkari 他说什么 他说他非常乐见股市下跌 他对于美股啊 下跌是感到高兴的 这件事情很奇怪 怎么会有人觉得股市下跌感到高兴 难道他放空吗 不是 因为他说了 在前一阵子 大家会觉得说 好像这个CPI感觉见顶了吧 8.5%比8.7%还要来得更低 结果市场就自己乐观起来了 股市就一直涨 一直涨 一直涨 可是啊Kashkari他说什么 他说啊 在上个礼拜五 包二也就是联准会主席 讲出了联准会目前的观点跟看法以后 股市就下跌 他觉得很开心 感到很欣慰 为什么 因为这才是他们预期之中的事情 其实联准会啊 他们在这几个月以来的目标 或者是说联准会当初设立的宗旨 我有跟大家讲过 两个目标 第一个就是要就业最大化 第二个就是让物价保持稳定 那这个保持稳定 大概就在2%附近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就业 美国的就业已经极大化 已经极大化 那极大化不是让失业率掉到零啦 失业率一定会有一个数字 在经济学上面称为自然失业率 所以现在美国的就业市场 已经极大化了 那再来联准会的功能是什么 就是要控制物价嘛 控制通膨 所以啊 在包二讲完话以后 股市下跌 代表市场开始预期到了 联准会是强而有力的 要就把通膨打下来 前一阵子大家会开始觉得 联准会是不是在这边态度 暧昧不明 是不是要转向鸽派了 是不是升息要慢下来了 所以在这些状况之下 股市就一直涨 可是这不是联准会官员 想要看到的事情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转向鸽派 他们一直都这么的鹰派 他们就觉得很莫名其妙 为什么市场会解读成 他们变成鸽派了 所以联准会必须要维持 他们的信用 还有他们的微信 如果联准会 他们的微信跟信用不见了 破灭了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为什么 如果连联准会都没有办法 把通膨打下来 这个决心被大家忽视了 这个通膨真的会控制不住 会控制不住 所以他们现在在做的 叫做管理通膨预期 那最好的一个证明方式就是什么 股市跌了 代表市场预期 货币政策会继续紧缩 效果就达到了 所以为什么Kashkali 他会告诉你说 我们乐见股市下跌 因为代表起作用了 那他这里也讲了 他不知道为什么市场 在上一次的FOMC利率 角色会议完以后 好像产生了一点误解 什么误解 由鹰派转向鸽派的误解 这是他讲的 不是我讲的 但是我什么时候讲的 那一则新闻是昨天是8月30号 可是我在8月18号 也就是我们看到了 三个礼拜前的CPI 公布完以后没多久 我告诉你说联准会不改鹰派 你有在看我节目的话 我一直告诉你 联准会从来没有鸽派过 真的从来没有鸽派过 我还讲了三次 我跟讲都非常重要 从来没有鸽派过 到现在都还是维持鹰派 因为他们必须要把这个通膨 控制下来 必须要推出非常强而有力的 货币紧缩政策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再认为 联准会会有转鸽派的那一天 至少在短期上面是不可能的 通膨降下来之前 我们不用想要看到 联准会转向鸽派 那其实我在昨天上了年代的通告上面 我也跟大家直接讲了 鲍威尔真的是一个全球最一致的人 他们从头到尾的立场 都是一直保持着 我们要把通膨打击下来 要做货币紧缩政策 可是市场总是会去误解 会去拆联准会 记住不要跟联准会对着干 在金融市场里面 真的不要跟联准会对着做 当联准会今天要去做货币紧缩 当他认为今天要把整个 经济的总体需求往后拉的时候 你就不要觉得他随时会转向宽松 不要去跟他对赌 因为通常跟联准会对赌 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好那我们回来看一下台湾的状况 你会发现 其实在整个市场预期 联准会会继续做货币紧缩政策的情况之下 代表的是说 我们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利差会拉大 对不对 美国会继续申行吗 他可能一次升三码 一次升两码 那就是台湾的央行怎么样 一次升半码 一次升一码 中间这个利差一旦拉大 对于汇率来讲 就是资金外流 那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从这张图上面 我们大概台币从5月中以后 一直就在29.9附近上下徘徊 就是在30元的关卡 所以我们的央行 一直守住30元这个关卡 可是在最近怎么样 放扁 挡不住了 挡不住了 什么意思 这段期间外资今年以来卖超台股 兆元 资金汇出去也是几千亿 几千亿在汇的 可是为什么前阵子 没有反应在汇率上面 这东西一定是有人在后面 做一点动作嘛 那至于是谁怎么做 这个东西不是我们需要讨论的 但在最近六个交易日里面 我们看到新台币 从30一路放扁 放扁到今天已经到多少 30.47 要么就撑着 要么放扁就是一路冲 所以这个地方已经展现出来 外资或者是我们这些资金 外流的压力是非常严重的 特别是美元指数又在挑战新高 那我也说过 美元指数在挑战新高的时候 对于新兴市场来讲不会是好消息 那这件事情已经涨显在我们的新台币上面了 我不知道 我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 其实我有一点点毛 那我不知道投资朋友怎么想 但是我们一样把数据分享出来 给你做一个提醒 那么除了外资以外 投信大家也知道已经连续 40几个交易日买超了 但是在联准会现在 坚定了他们的升级立场以后 投信自己出来讲说 要留意后续可能会有补跌的效应 这是投信讲的一样不是我讲的 那至于什么叫做补跌效应啊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其实在昨天这根长黑K 把整个头部的形态都做出来了 这根长黑K直接吃掉前面16根的K线 代表前三个礼拜的交易 都是做白宫 我们都还是在原地踏步 当然中小型类股 现在还会去做轮动 因为毕竟是本土资金 可是加权指数是外资的 重兵嘛 对不对 重兵之地在这里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的加权指数 会表现的比较弱势 一定有人在落跑 一定有人在卖股票 就算我们看到今天 在录影的这个时间点 其实加权指数 一直在一个平盘附近震荡 小涨小跌 涨也没有涨很多 跌也不会跌很多 但是大家要注意哦 今天的预估成交量 低于1800亿 没有量能 上个礼拜还创下了 今年以来的新低量 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警讯了 特别是在台股的高点 早在8月16号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 我认为啦 这一个地方的修正 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特别是这根黑K 台股基本上是站不回去 基本上站不回去 如果能够站回去的话 那这个趋势就翻多了嘛 对不对 那如果今天真的要站回去的话 不就代表联准会的功能 都白费了吗 我们前面讲这么多 然后又要讲说 联准会的功能白费 这个逻辑是搭不上线的 所以我认为 这根黑K要站回去的几率 非常非常的低 在短线上面 只要出现反弹 建议大家还是把资金收回来 这个看法从来没有改变过啦 所以我认为啊 其实台股在这个地方 万五附近感觉好像要寻求支撑 但实际上面这个地方逢反弹 都是给大家去做卖股票的 特别是中小型类股 其实最近还是非常强势哦 但是如果今天加权指数正要走修正 你觉得中小型类股 能够幸免云难吗 那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嘛 加权指数先修正 再来中小型股修正 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指数先反弹 中小型股才反弹 这个逻辑只是刚好反过来而已 那这是我们目前的看法啦 那投资朋友就是稍微的参考一下 那如果今天自己手上的持股 股价有出现转弱的状况的话 那你可能就是先优先把资金收回来 那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要留意风险 你看加权指数还在万五哦 台股从上面修正下来 也不过修正了500点而已 从我们前一波高点修正下来500点 可是万海今天还在破底 而货柜航运这么热门的股票 赚很多钱的股票 今天还在破底 另外还有国泰金 你会看到昨天放出的利空消息 说防疫保单的这一个亏损的缺口还在扩大 另外大家不要忘记 今年上半年美在殖利率一度狂飙 那那些手上有大量债券部位的金控类股 他们的股价又怎么表现 这些经验其实都在前几个月前而已 没有很久啦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 你看哦 台股其实很强 虽然是蛮强的 都还在万五附近 可是有些股票已经接近前低 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一个警讯 是不是大家就要留意 所以我们观察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股票 一些热门的股票 然后再加上一些我们观察到的经济数据 这些东西提供出来 就是要提醒大家留意一下风险 不要被市场觉得 这个地方不会跌了 这种乐观的情绪 给骗到了 给骗到了 好不好 不是要你今天把股票全部卖掉 而是在风险出现的时候 拜托大家一定要跑得快一点 那么我们会把更多关于总体经济的分析 还有产业的分析都放在我们Telegram上面 不要忘记这个礼拜五会公布非农就业数据 这份数据非常的重要 在后面几天的时间里面 我会找时间来把我对于非农就业的看法 分享在我们Telegram上面 那有兴趣的投资朋友都可以进来看看 我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边 大家拜拜 你是否还在彷徨 面对人生许多选择却无能为力 每天通勤时间都在思考 日以继续工作是为生存还是为生活 你值得一个更高效的方式 加值你的人生 9月4号星期天 Zenview Hotel 女认星时代论坛 邀请四位跨时代女性 台湾第一位极地旅游探险员 陈千华 百吻巴黎行动艺术家 两性作家杨雅琴 还有阳光福特家创办人陈慧平 进读五郎郑依林 唱谈追梦竹梦 家庭平衡职场与领导学 名额有限赶快扫QRQ报名吧 现在报名还有精美首帐金油货币盒 让我们迈向更自信美好的自己